拜登说 我容易吗 搞个演讲还得提前搞特训 前天拜登在美国国会发表一年一度的国情咨问演讲 为此拜登团队不仅是现场为拜登做了各种精心准备 而且还要对他在包括发音 体能等各个方面做特别的训练 真的挺不容易的 美国总统的年度国情咨问演讲是以直播方式进行的 讲完了 还得回答很多记者的提问 拜登今年的国情咨问演讲 内容咱们今儿就不评论 老一套嘛 无外乎还是炒作跟咱们之间的竞争 俄乌冲突 美国大选等等 没啥新鲜的 反倒是这个台前幕后的花絮要比正片更加好看 拜登今年80多了 年纪不小 这一场国情咨问演讲下来 起码得一个小时打点 拜登这身子骨不一定能扛得住 所以拜登的团队为了让他顺利的完成这次演讲 傻非苦心 早在一个月前就开始了各种准备工作 比如给拜登准备润喉片 柠檬水 防止拜登临时敞上嗓子发牙 再一个就是要准备提字器 拜登是出了名的忘词专业户 经常说着半截就卡住了 甚至跑偏了 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忘词了 另外拜登本人也没闲着 私下里进行了大量的练习 也许很多朋友不知道 拜登打小是患有口吃症的 小时候为此还受到不少的嘲笑 所以他打小就一直练习如何流利的说话 这是不是还挺励志的 这回拜登更是加紧练习 以免在演讲的过程中间出现磕巴这样的尴尬情况 因为这也关乎到今年接下来美国总统大选的形象问题 此外呢 拜登还进行了很多的换气训练 比如有的时候一句话特别长 拜登上了年岁了 非活量不行啊 为了防止一口气跟不上 也得练练 说到这儿呢 咱们就不能不搞个对比了 你看俄罗斯那边 普京前二星期不也发表了俄罗斯的国情咨文演讲吗 一共讲了两小时八分钟 全程站立 一口气讲完 没有用提字切 更没有什么团队给他端茶倒水啊什么的 虽然说普京年龄没有拜登那么大 两人差了九岁呢 但这生日谷的确要比拜登强不少 这是一个话序 另外一个呢 就是拜登的国情咨文啊 让他的老对手特朗普抓到了小辫子 特朗普外号懂王嘛 自己说自己啥都是最懂的 这个是特朗普自吹自泪 不过他怼人的本事 尤其是要怼拜登的话 他肯定不会放过 这回特朗普在看完拜登的国情咨文演讲直播后 马上在社交平台上迟迟吐槽 说拜登咳嗽了 身体太差 中间还不停的喝水 太没礼貌 又抨击拜登站得不稳当 形象太差 不得不说 特朗普他是肯定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机会来反击拜登 而这两人在今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过程中 像这样的热闹事 这样互怼的事 肯定还会越来越多